他来了 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翔子 休斯顿纪事报记者Jonathan Fragon再次报道了詹姆斯·哈登被火箭交易前的一些情况 消息员透露 如果哈登没有申请交易 火箭会非常坚定地继续围绕他舰队 他们曾给哈登提出一份三年1.5亿美元的报价合同 此前有报道称 火箭老板蒂尔曼·费尔蒂塔拒绝与76人做交易 不愿把哈登送到76人 Fragon报道 这样的报道是错误的 费尔蒂塔没有参与交易讨论 火箭总经理拉菲尔·斯通和76人进行了多次交流 在与蓝网达成交易 斯通当天还给76人进行了最后的报价 如果76人答应了斯通的报价 哈登就会被送到76人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